今天的氣候變化極烈又剛才韓流來襲 在執領的總控執下參與博華雕塑的藝術家 優惡無憑実情未來創作 這次博華雕塑總共有來自日本、保加利亞、義大利、中國以及台灣 等各國藝術家創作 共立林企團的影響執下氣溫停恆執領 管理政法官也特別告白 收睇、視頻告現場 讓雕塑家來打氣 管理政法官表示 加利修處基本國際雕塑而已 各國雕塑家會在現場進行一個月的創作 希望盡快看到完成品 文化觀光局長五方明支出 今年為加利23.5度出發 以丹正宿愛為主題進行雕塑 只要完成的北京作品 將為加利管理地区白放到國共集兵 我相信嘉義會變成一個 二十三度半、二三五愛上我的愛情 天際線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公共藝術的好地方 這就是文化觀光新時代的開始 阿信朗今天是來做的嗎 我今天來看各國的雕塑家 他們就是我們爭建之後 挑選之後呢 讓他們來這裡工作多久 他們一個月 天氣變冷了 所以帶點熱食來看他們 沒有啦 他們來做多久 也會來一個月 我們挑建之後 他們就來做 來現場工作一個月 因為這幾天 沒辦法 這全世界各國的 有的冷的地方 有熱的地方 所以為了適應哈爾濱來的 捷克的 還有日本的 比較冷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幾天 就比較冷一點的氣候 來伺候他們 順便帶一點點心 熱食來給他們加油加油 希望早一點看到他們美麗的作品